美国谴责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行动 形容伊朗、真主党和阿萨德政权的结盟是暴政伙伴关系 朝鲜半岛情势和缓 平壤提议与韩国就恢复开城工业园区正常运转举行会谈 习近平访美前夕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换人 奥习会后每日将举行夺岛演习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6号星期四的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和VOA卫视驻美国国务院东京以及伦敦的记者连线 并邀请国际事务专家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您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之行 下面我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吴欣欣 欣欣 好的 谢谢东宁 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反政府武装 夺取了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停火线上的过境点库奈特拉 反政府武装星期四在与叙利亚军队冲突后 夺取了库奈特拉 这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唯一过境点 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巡逻 奥地利国防部发言人说 维和部队已经撤离过境点 没有维和队员受伤 另一方面 美国敦寸伊朗和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 从叙利亚撤出其战斗人员 并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是靠这些战斗人员的帮助 才夺回了战略重镇库塞尔 韩国接受了朝鲜有关举行正式会谈的建议 显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 在持续数星期恶化之后 呈现缓和的迹象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四 平壤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出人意料地建议双方就两个限于停滞状态的商业项目 举行会谈 并提出就人道问题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韩国统一部迅速表示接受朝鲜方面的建议 并表示希望会谈有助于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韩国总统朴槿惠 在首尔参加过纪念 阵亡将士的仪式后 敦促朝鲜放弃核项目 北韩必须承认 挑衅和威胁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 北韩想要同时发展核武库和建设经济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一条自寻孤立的道路 平壤去年12月发射火箭 又在今年2月进行了一次核实验 联合国为此扩大了对朝鲜的制裁 韩国与朝鲜的关系也陷入了近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 将出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奥巴马总统曾打算任命莱斯担任国务卿 因为参议院共和党人阻力而未成功 更多的详情 VOA卫视稍后会有报道 另一方面据报道 根据4月份秘密签发的一项法令 美国国家安全局即将搜集 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之一的 Vorizon数百万美国用户的通话记录 英国卫报是首家报道该事件的媒体 据报道 该法令要求美国电信商 Vorizon的一个附属机构 每天上交所有包括美国本国 及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通话记录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报道指出 秘密法令没有要求 Vorizon提供通话内容 美国联邦调查局 白宫以及Vorizon公司的代表 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救援人员 星期四在宾夕法令亚州的费城 继续寻找幸存者 一天前 一座四层的建筑在拆除时 导向相邻的一家旧货店 造成六人死亡 星期三晚上 事故发生的十多个小时后 在废墟中发现一名女子 幸存者的人数增加到至少14个 费城市政官员说 对那座建筑的拆除不存在违规行为 采访公司具有在费城市区 从事作业的许可证 有关当局说 不知道在星期三事故发生时 有多少人在旧货店里和人行道上 加鹏石油部长恩哥博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加鹏政府计划收回中国石化公司在加鹏的一处路上游田 他说同中石化下属的阿达克斯子公司的合同2015年到期 不过中石化涉嫌公然无数 加鹏法律违反了何控条款 因此加鹏不准备续签 加鹏政府宁议中的行动被认为是非洲对外国 尤其是中国争夺非洲自然资源深感不安的反应 同时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加鹏 124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被拘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向加鹏总统提出抱怨 要求加方给予中方在押人员人道主义待遇 并保障其安全和合法权益 洪磊说中国使馆领事官员已多次前去探视被押的人员 并派员到采矿区展开调查 欧盟委员会提出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面板 大幅征收更高关税 之后引发欧洲国家担心 欧洲与中国可能出现昂贵的贸易战 欧洲生产商声称 中国的太阳能面板制造商低价倾销他们的产品 但是一些欧盟国家则担心将会遭到中国报复 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新的估计显示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面板大约占了80%的全球市场 但是欧盟制造商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制造商没有进行公平贸易 用超低价格销售产品导致市场无法竞争 比利时太阳能面板公司ISSOL的负责人劳伦特奎特尔说 这种不公平贸易导致他的公司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 我们现在有55名员工 但是如果我们能恢复公平竞争 我们公司就能再把员工增加到200人 显然有必要实施更好的贸易规则 这样中国和欧洲的每一方都能进行公平贸易 星期三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依照计划 对中国的太阳能面板大幅提高关税 但是面对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抗拒 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提议逐步提高关税 6月6日时将对所有的中国太阳能板进口征收11.8%的关税 两个月后也就是8月6号 平均关税将是47.6% 总的来说那时的关税将在37.2%到67.9%之间 北京很快就对此做出回应 北京说中方正在调查欧盟对欧洲9所提供的补贴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他希望欧洲国家重新考虑对中国提高关税的决定 我们希望欧盟方面与中方相向而行 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否则只会损人不利己 海关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进口了4亿公升酒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欧洲 一些欧洲国家担心 在欧洲经济迫切需要成长之际 中国对欧洲酒征收较高关税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产业 郭志英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重要新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美国真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在今天一开始的VOA连线时间 我们要带您聚焦美中两国的大国外交 以及即将登场的奥习会 我们先来看奥巴马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前 白宫的国安外交人士异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 她提名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 接替即将在7月份辞职的多尼伦 担任下一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赖斯的职位将由奥巴马的顾问萨曼莎·鲍尔接任 而VOA视的记者张荣香现在就来到了美国的国务院 荣香我想请教你 多尼伦在7月份即将辞职 那我们请你先谈一下 多尼伦在整个美国对亚太战略中 扮有多大的影响力 荣香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内积极推动战略重心 重新向亚太平衡 那么多尼伦是这个策略的重要推手 因此不管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 第一次访问缅甸 还是美中之间多个高层的会谈 都可以看到多尼伦的身影 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感谢多尼伦 对亚太政策的贡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奥巴马怎么说 我特别感谢汤姆帮助我们 再次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这攸关我们未来的安全与繁荣 他还毫不倦怠 协助美国建立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 推进美国的利益与价值 这个星期晚些时候 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会晤 汤姆将参加会谈 对此我也谢谢他 不过这项人事案的宣布的时间点 还是引起许多的议论 第一 多尼伦上个星期才刚访问北京 第二 奥习会在两天之后即将登场 那么白宫有记者就问 多尼伦如何向中方解释 他在为总统铺路之后就要走路 东宁 好 真的非常有意思 在奥习会前 白宫换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多尼伦要换成苏珊赖斯 那么这位苏珊赖斯 大家关注的是 他在各项外交议题上的立场是怎么样 还有他未来是不是要跟国务院 来密切合作的 国务卿克里对这项人事任命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容香 克里国务卿目前人 虽然是在拉丁美洲访问 但还是通过了书面声明 高度赞扬赖斯是一个顶尖的外交官 并且期盼未来继续跟他合作 赖斯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处理过许多的烫手山芋的问题 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 更是以强硬著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篇 有关的报道 苏珊·赖斯曾经针对朝鲜问题 多次公开发言强硬表态 她曾经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 谴责平壤政府的做法高度挑衅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应 后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迅速通过决议案 制裁朝鲜 今年2月 平壤政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赖斯当时说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都明确指出 朝鲜的行为威胁了区域与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这种行为不被接受 不被容忍 只会增加朝鲜被孤立的程度 并且面对联国制裁的更大压力 现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 计划7月份卸任 上个星期他曾经访问北京 为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这个星期的会晤做准备 多尼伦当时对中方高层官员 就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美国表达关切 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口气宣布 三个人两个职位的人事变动 这个时间点引起许多的议论 而白宫强调尽管多尼伦即将离任 但是赖斯和鲍尔都是熟悉 外交政策的华盛顿圈内人 因此这两位总统的得力女将 将可以很快上手 那么未来在美国历史上 我们也即将可以看到 两位姓赖斯的女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一位是共和党人 一位是民主党人 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接下来VO连线要继续连线 东京伦敦和台湾的国际事务专家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您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之行 下面我们就马上先连线到 VOA卫视驻东京的记者小玉 请他来我们掌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明天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日本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会议呢 小玉你好 东宁你好 应该说日本媒体高度关注这次首脑会谈 那么从几天前开始 日本的媒体电视就已经开始报道这条消息 伴随首脑会谈即将举行 报道的数量也在增加 展示出对这次会谈的高度关注 那么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次会谈的重点目的 集中在要建立两国首脑的信赖关系 个人信赖关系上 以便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是打算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 对习近平个人进行摸底 也就是看一看这位在未来十年领导中国的人物 与过去几代的中国领导人 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之处 还有什么期待的空间没有 好的另外小玉我们也知道 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 还有日本非常关心的朝鲜问题 据说都可能是这次奥习会的一些重点议题 我不晓得日本媒体是怎么看 这些奥习会可能会谈的议题呢 小玉 是的 会谈要谈哪些问题 要遇到日本民间格列岛问题 以及朝鲜半岛危机问题是否要谈 谈到什么程度 那么日本有人担心 中美两国首脑深入对话 在这些问题上把日本排除在外 也许是为了排解日本这方面的担忧 上个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罗素 造访了中金 向日本解释 在这次会谈上 两国首脑不会做出私下的交易 把日本排除在外 以此来安抚日本 那么对于谈什么内容 哪些内容是一提 美国一位高官4号曾经表示 亚太地区的海洋安全问题将是一例之一 那么显然教育岛问题也将包括在内 不过日本媒体对这个报道的分析是 实际上这是美国有意牵制在中海和南海 活动积极的中国 而中国未必同意在会谈中讨论这样的议题 日本更加关注的是 实际上在两国首脑的会谈上 是否谈教育岛问题 谈到什么程度 周宁 好的另外小玉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就是在奥习会结束之后 美日将在他们两个人会面的地点加州 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事先更传出中方要求美方取消这次的美日军演 那么就这个部分 快请小玉为我们掌握进一步讯息了 小玉 是的 应该注意到 日本方面首次派出了陆海空三方同时参加这次的演练 目的是要在岛屿遭到进攻的时候 陆海空做到协调行动来应对 那么尽管日美双方都强调这次演练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中日两国的岛屿争端持续的状态下 而这次演练又是针对被进攻的岛屿 夺取被进攻的岛屿 以这样一个为目的的夺岛演练 为此日本媒体普遍认为 不能否认这次演练的针对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看完了日本的观点 我们看看欧洲媒体又是怎么看待这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VOY视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 请他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静玲你好 东宁是的 跟日本的状况是一样的 那么欧洲这边对习近平上任后跟奥巴马首次会晤 可以说是高度的瞩目 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更以习近平是带着中国的新世界观 来到美国访问来描述这次的访问 那么这个新世界观是什么呢 那么根据他们的描述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同僚 已经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国际大国 那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未来将要更积极主动 当然欧洲这里同时也注意到了中美两国过去一段时间来 因为这个网路攻击朝鲜半岛还有南海和东海主权的争议 还有人权等等问题造成的紧张关系 那么所以呢认为两国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勇气和眼光 也就是说呢中国需要展现过去30年来的耐心和谦功 那么北京的作为呢必须要能够保持弹性不要太僵化 而美国这一方面呢就必须要认知到那么美国主导全球强权的时代呢 其实已经接近了尾声中国正快速的成为强权 所以华府呢这边必须要调整心态 所以整体而言东陵这边一般认为说中美两国领袖这次的互面 互面呢或许不能够具体的解决一些歧见 但至少呢可以消除一些彼此相不信任的这种状态 那么为创造一个世界新持续提供了机会 东宁 好的另外定灵我们知道在就在习近平访问拉美跟美国之前 我们之前也跟连线过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才刚刚结束他对欧洲的访问 那么整体从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呢 习近平访问拉美跟美国 还有之前的李克强访问欧洲跟欧盟国家 整个习近平班底的这个美欧布局是怎么样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金灵 是的 就如同那个新一任的国家元首习近平 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出访 广受全球瞩目一样 那么未来十年将主掌中国经济发展的 这个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这个欧洲行 其实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那么东宁从五月份五月底 李克强访问欧洲 第一站是到这个非欧盟的成员国瑞士 去访问 并且跟瑞士签署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而我必须要提的是 这个协定在一定的程度上 会鼓励这个欧盟 渴望鼓励欧盟和中国展开自由贸易谈判 那么其次呢 李克强的下一站 他就到了这个欧洲的这个经济龙头 德国去访问 那么在德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不仅表达了 中国这个反贸易保护组织的坚定立场 同时呢还谈到了中国对东海主权岛屿的这个历史 归属的问题 所以凡此种种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还有注意到这一次习近平 其实他是先去访问了 在美国之前先去访问了这个美国的后花园 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所以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李克强的欧洲之行 或者是习近平的拉美行号 都展示了中国这个全面开放 与不同国家发展关系的新外交策略 那么可以说呢 中国在国际上主动积极的全方位发展策略 可以说是越来越明 越清楚更明显 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静灵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导 观众朋友们跟登陆美国精的中文网站 关注更多习近平访美的相关讯息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的那么刚才谈了奥习会前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换人 还有奥习会后的每日夺岛演习 还有从欧洲的观点来看 整个中国外交和洗礼班底的欧美布局 接下来VO连线将继续将焦点转到台湾 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邓中坚教授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邓中坚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邓教授刚才敬林 敬林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次习近平在访问美国 跟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前呢 是先到了这个美国的后院 拉丁美中访问了 想请您 您是这个拉丁美中事务方面的专家 想请您先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习近平到拉美访问的意义是什么 习近平到拉美访问当时 毛泽东有一句话 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 其实我想虽然我们可以定位为 访问当时为了获取拉美的这些资源 不管它是这个石油或者 说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把他的这个力量 延伸到美国的后院西半球了 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忽视的 那么当然这当然也引起了美国的关切 至少你看到美国 他们也是加紧跟拉美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好的另外因为您在台北 我想请您从这个台湾的观点来出发 怎么看这次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还有他在行前一直强调的是 所谓的中国的新型的大国外交 这个部分台湾方面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邓东坚教授 很重要的一点 我想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于说 它展现出来的是两个取向 一个取向就是说今天 我打交道 跟美国总统在一个很轻松 不是一个很官司 就显示彼此间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这个接近的 如果各位记得当年这个江泽民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要选择一个很轻松的地点 跟小布希会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他的战略意义上考量 也就是说彼此间的关系 已经是不是超越到一些正式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彼此间 这两个国家之间来解决世界上主要问题 所以也展现出所谓的 我们过去谈了很久的所谓基础 就是由美国来共同的这个管理 那么再者来讲 经过了这个拉丁美洲再到美洲 也让美国了解说 我也可以到你的后院来走一番 而且这个关系也还是非比寻常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邓中坚教授 在台北透过视讯 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的专访 那么稍后在美中话题的单元 我们还会有更多详细的分析报道 介绍华盛顿智库的重量级专家们 是怎么看这次的习近平访美 还有我们驻洛杉矶的特派员 也会从会议的地点 加州的安能伯格庄园 发来最新的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向焦点转向中国的内部政治 和六四周年后续的一些效应 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关键人物 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在六四二十周周年之际离开人世了 那么许多当年的秘密 是否会随着他的一起消逝 相关的评价又能不能盖棺论定呢 世界媒体又是怎么看陈希同的死 稍后VOA卫视记者齐之锋 将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卫视稍后即将播出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佳平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继续是我们从北京发来的一则特别报道 近几年来中国GDP高速发展 超日赶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人均GDP也接近了4000美元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的阶段 不过有学者在中国人大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粗放 贫富差距不但没有随着发展而缩小 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有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VOA记者 东方从北京发来的采访报道 最近在北京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 知名经济学家采访警告说 中国有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 世界上一些国家较早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却迟迟无法进入发达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处于中等收入的陷阱里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采访教授盖过了四点 既是四部曲也是四个步骤 那么这四个步骤走完了 你一定是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那么分别是经济增长减速 正常减速 那么如果你应对不当 减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 那么经济增长停滞以后 就会出现社会问题 你的政策进一步的不大 那么被俘获 结果你的体制就很难赶 击中难返 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恶行循环 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无法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采访教授认为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会因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 经济减速减到了7% 你又不愿意接受 你又犯了很多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 那么使它一下降到了3% 或者更低的水平呢 就意味着说你的蛋糕不再做大 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呢 人们的所有的努力就变成了寻租 也就是说尝试着重新分这个蛋糕 如何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芳教授在演讲中强调了提高潜在增长率 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经济减速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那么用这个圆木求鱼的办法去拉动需求因素 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反而会犯错误 那么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 但是可以提高 采访还引用李克强的话说 改革是为了保持国家可持续发展 避免用拉动劳动力要求增长 议会的一些专家和学生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专家认为制度改革 才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些学生也纷纷向台上的两位教授发问 提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改革障碍 如户籍制度的改革 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环境下 很难做到产权公平竞争 以及国企改革 国足不前等问题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美中话题单元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明天下午 在加州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举行为期两天的庄园峰会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应该借由此次访美的机会 给他所提倡的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下个定义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时记者 林峰的采访报道 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庄园峰会 即将于明天展开 白宫官员日前向媒体介绍此次 澳西峰会的情况时表示 美方期待能够通过两国元首的 这次非正式会晤 建立起可以发挥时效的双边关系 但显然美中双方都把此次会晤 定调在加深彼此了解和建立私人联系的基础上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伍元末在华盛顿智库 战略与国际中心举办的一场 有关中国经济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此次峰会不会有太多具体成果 这次会晤不会有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 但它可以让我们合作 在将来取得更多成果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习近平期待通过此次不同寻常的美中首脑峰会 来巩固他的代表性外交政策主张 即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然而无论是习近平本人 还是中国负责外交的高层人士 都一直没有对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 做出具体阐述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李诚表示 新型大国关系意在强调美中之间 为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 他首先就是挑战了十九世纪的战略的思维 或者冷战的思维 就认为两个大国 一个崛起的强国 一个现有的超级大国 他们的关系只能是冲突的 或者竞争的 我觉得在现在的全球化的世界当中 这不应该是带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更多的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在这同时又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 同时更多的是很多价值观念 很多核心利益 能够非常清楚的一个采明 但一些美国官员认为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是指美国不应干涉 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内和国际议题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沃尔特·洛曼认为 新型大国关系 应该是以更为务实的态度 面对和解决美中两国分歧 我们坐下来谈我们彼此的分歧 首先我们就要停止说好听的 什么我们的关系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 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之类的空话 我们实际上是有很严重的分歧 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的分歧 我们就永远不能妥善地处理好他们 如果习近平此次能够向美方阐明 他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 这将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是积极的 如果习近平清楚 他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什么 那么这次会晤是把他阐述清楚的好时机 因为他可以为有建设性地改善 美中关系奠定基础 有分析人士认为 美方同意提前举行两国首脑峰会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看重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树立威信 巩固执政地位的速度快于预期 因此美方极希望于 奥巴马与习近平通过建立一定私交 来改善双边关系 VOA卫视林峰 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 美中经贸关系是美中双边关系的 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峰会上 双方虽然会谈到两国之间的经济问题 但是经济议题却不是会谈的重点 有一些学者对此感到担忧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记者 丽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中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而双方之间强劲的经贸联系 对于推动整体关系的发展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白宫发言人卡尼 在谈到即将举行的 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时表示 经济合作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之一 他们将谈到各自国内的经济状况 而且由于这两大经济体 对全球增长造成的影响 他们还将谈到各自为推动全球经济 持续平衡增长所要采取的措施 中美交流基金会的主席董建华 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在过去35年的时间里 美中经贸关系从几乎不存在 发展成全球最重要的经贸关系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 今天他们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方之间巨额商品和服务贸易 融为一体的供应链 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直接投资 以及更大金额的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 都说明了这个关系的重要性 从底上这种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 双方今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对于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 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美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 也应该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支柱 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这种经贸关系并不是没有摩擦和纠纷的 美中资金的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两国的贸易不平衡 美国指责中国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 从而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中国则指责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出口管制 以及给来自中国的投资设置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 奥巴马与习近平在这次会晤中讨论经济议题时 虽然会谈起人民币汇率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双方关注的焦点 真正双方感兴趣的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这一块 当然作为中方来讲 尽管双方会讨论有关投资 以及网络商业间谍行为等议题 但是经济议题并不是这次会谈的重点 有分析人士对此感到不安 在我看来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恶化 财政部长杰克卢对中国的访问并没有制止关系的恶化 尽管我不是说他对此负有责任 与此同时经济问题在双方的位置低 总是有某种危机的出现 像网络安全北韩等问题占据优先位置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美中关系的核心是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美中关系受到削弱 我担心的是几年后我们回过头来 看到关系一步一步的受到削弱 到时会想我们怎么错过了采取行动的机会 这位经济学家期望双方领导人 更加重视双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阻止美中经贸关系的恶化 整体双边关系将会出现恶化 因为双方之间有太多安全议题上的冲突 我担心的是这次会晤 未能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导致美中关系慢慢的滑向 一个比十年前更具有对抗性的关系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赛 对美中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归根到底 尽管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摩擦和不信任方面 以及那些让我们存在分歧的事情上 但是在很深的层面 失败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中美交流基金会赞助进行的一份报告认为 在今后十年 中美经贸关系将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 并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机会 报告预测 到2022年 美中两国将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 VOA卫视 利亚 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加州的一个私人会所 安嫩伯格庄园会晤 被认为展示了他务实和不拘小节的外交风格 但是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 敦促白宫和美国国会 不要因为中国新领导人的新作风 而减缓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分析报道 跟他的几位前任不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第一年就访问美国 而且放弃各种隆重欢迎仪式 选择到南加州远离都市和公众视野的 安纳伯格阳光之乡 跟奥巴马总统会面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 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晤方式 展示了中国这位新领导人 比较开明和务实的作风 然而本星期在国会山 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 多伟曾经在美国政府主管过 中国事务的安全问题专家说 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 不大可能因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 而得到改善 补大年曾经在美国国防部 担任过中国事务主任 我们对中国在某些领域态度强硬感到忧虑 需要对中国的某些军事能力做出回应 这些军事能力使美国难以向自1945年 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一直运作的方式那样运作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我们对中国新领导人了解不多 新领导层倡议跟美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具体内容 薛瑞福也做过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 还是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习近平说 要建立一种新时代的大国关系 对此我们很认真 因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 我们必须重视 也需要认真对待 但是细节也很重要 如果最终没有实质内容 这种说法会被人遗弃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新领导人提出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做出了积极回应 在习近平今年3月接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频繁派出高层官员访问北京 薛瑞福 博大年和其他几位 前政府或国会安全事务官员 向奥巴马总统和国会 成递了一份备忘录 促请他们在积极与中国互动的同时 继续推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 并争取在年内签署与核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罗伯特·萨拉特曾经在美国国会 做过安全事务立法助理 我认为国会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 某些对TPP有立法管辖职责的议员 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支持TPP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行动 不管是不是军事委员会 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我相信很多议员深入思考的话 会意识到亚洲对他们的选区的公司很重要 美国政府正经历一场财政危机 由于白宫与国会无法就政府预算达成协议 政府各部门已经实施了自动削减开支措施 其中国防部被削减的开支最多 国防部部长哈格尔上周末 在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 尽管国防开支正在缩减 国防部会积极调配资源 继续稳步推进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赛平衡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在能源消耗 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这一次两国领导人在南加州的阳光之乡中原会晤 这个沙漠中的人工绿洲为了永续发展 必须在绿化和环保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这个地点会晤能许能给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两位领导人一些启发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采访报道 再过几天 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即将在阳光之乡庄园举行高峰会 而全球气候变化的议题可能被抬上一程 阳光之乡是南加州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 他们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让人刮目相看 阳光之乡的美受到普遍的肯定 绿草如荫的高尔夫球场是许多美国总统和名流灰干的乐园 11个人工湖养殖了可供垂钓的鲈鱼 问题是 这个由安嫩伯格大使夫妇在上世纪60年代兴建的庄园 过于沙漠地带 几乎所有的绿衣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赖尔是负责管理营运庄园的阳光之乡的安嫩伯格基金信托的主任 赖尔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通常认为资源是消耗不尽的 水可以用之不竭 人可以塑造大自然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特别是沙漠中的水源非常珍贵 必须善加珍惜 精英者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必须把上世纪的安嫩伯格故居庄园的美保留下来 却能符合21世纪珍惜资源和持续发展的概念 基金信托2002年增建了阳光之乡中心和花园项目 试图兼顾景观和环保的平衡 赖尔说 安嫩伯格故居庄园有11个人工湖 而在新开的中心和花园 只有两个非常小的水池 水深8英寸 主要是听潺潺水声 济浪人心 而且基于绝约用水的考虑 水池规模尽量缩小 去年3月才开放参观的阳光之乡中心和花园 占地15英亩 非常优雅 还获得LED环保金奖 确实做到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少吃草 中心的教育和环境项目主任 加拉格尔展示864片太阳冷板 加拉格尔说 自从装置电池板以来 中心50%的电力都获得供应 一年多来 我们省了9万美元的电费 中心旁的新亭园 种植的多半是耐旱植物 每棵仙人掌旁边有两根小低水管 根据需要调节灌溉 这片草坪下隐藏了地热能源系统 让中心建筑冬暖夏凉 管理单位面临的更大挑战 是200亿亩大的故居庄园 从前庄园的乌瓦都是漆成粉红色 大约每五年就要重漆一次 不符合永续发展 我们把乌瓦换成质料 就是粉红色的 从此就不需要再油漆了 遍地的绿草都是水灌溉出来的 塞拉格尔说 我们把不影响庄园历史的 60亿亩的草坪除掉 有的地方铺碎木片 这里我们改种不需要灌溉的原生植物 既可以保护野生动物 又不破坏庄园的景观 故居庄园的人工湖和灌溉系统老旧不堪 也获得全面更新 我们把灌溉系统的水全部抽干 湖底和灌溉渠道重铺防漏材料 这一来庄园用水聚减40% 最终目标为50% 基金信托主任杰夫·考恩博士认为 两位领导人可能商讨 朝鲜、网络安全、贸易、南海 以及美国的亚洲策略问题 不过科恩也表示 我认为阳光之乡 是个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好地方 中国对电力的要求日增 美国则是一向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不会把地球给毁了 也许两个领导人能想出个办法 也说不定 粉红色的屋顶下 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会晤的政厅 屋外草坪上的迎兵鸟雕塑 将见证阳光之乡 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 这两个大国必须携手合作 才可能对全球环境产生冲击 如果他们谈气候变化 很好啊 即使这次不谈 可能下次也会谈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习惯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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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集团在进行售事 那些人自身受制造的决定 他们自身受制造的决定 一旦你受制造的决定 你被判断了 然后你去决定 你被判断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供的决定 当你知道有些决定的决定 他们也有能力 判断什么是正的 所以判断是判断的 所以判断是判断的 美国人想要看到 这类型的决定 的决定的决定 来继续的决定 我们在习惯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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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VOOH在稍后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也将播放这部西藏纪录片的完整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 好的 接下来继续是一则和西藏有关的特别报道 星期三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两名美国国会议员特别强调了 美国之音对于促进西藏人权的重要性 下面请看VOOH记者黄耀义长小八字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6月5号举行听证会 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应该如何改善 美国国务院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 副国务卿办公室的资深顾问 夏洛特·奥德姆·摩尔在听证会时说 美国政府对于西藏采取许多重要措施 其中一项就是美国之音 摩尔说 帮助西藏社群的美国项目 特别是针对在西藏高原 印度以及尼泊尔促成了人道成果 同时也是对于藏人有形的支持 比方说 就我自己在西藏地区旅游的经验 对许多藏人而言 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的英语和藏语广播 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维基尼亚州的沃尔夫议员则认为 要停止自焚的行为 让藏人聆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是方法之一 他说 如果你想要停止自焚 有个方法能办到 指派洪博培做西藏特使 而美国政府要坦率地表态 因为很多人听美国之音 在继承车上 我们透过翻译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要靠美国之音才知道 所以因为听了美国之音 许多藏人说 终于有人关心我们 这样可以疏解他们心中的压力 所以我想 一个停止自焚的方法 就是指派一个 如洪博培般资历的人 美国政府要直言不讳 要确保美国之音 以及其他网络媒体能够进入 他们可以向那些感到挫折的人 传达信息 并且告诉他们 自焚不是最好的办法 马赛卓斯州的麦格文议员 也强调美国之音担任的角色 十分重要 他说 美国之音十分重要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 那是唯一的声音 可以被西藏人民听见 国际社会也可以听见 有关于西藏人民所受的苦难 让他们了解外界 正在关切内部的情况 让西藏人民知道 美国国会成员深切关心他们的困境 而我们站在他们那一边 我们相信人权必须要被尊重 而我们也将尽我们所能 来促进人权 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摩尔 在听证会上强调 美国政府敦促藏人不要自焚 呼吁不要采取极端的行为 而且也支持达拉玛所说的 不寻求独立的自治 并且敦促中国政府 与西藏流亡政府 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 常晓 国会山报道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又到了世界媒体 看中国这个栏目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带您关注 六四关键人物 前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去世 世界媒体怎么看 下面就把时间交给 VOA卫视的资深记者齐志峰 好 谢谢董宁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三十多年 到底有多少改革 有多少开放 无论是专家 还是普通民众 都有许多争议 但是将世界媒体 有关陈希同去世的报道 跟中国媒体的报道 做一个对比 人们将很难不做出一个结论 这就是至少就舆论控制而言 中国依然是过去的中国 没有多少改革 也没有多少开放 关于陈希同去世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 新华网的简短报道是 陈希同因患癌症 于2013年6月2日病亡 陈希同男83岁 于1998年7月31日 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006年5月31日保外救医 新华网这种新闻报道 像谜语一样让人不磨头脑 一个没有亲身经历 那段特定历史时段 的中国人或外国人 要想了解情况 只能看世界媒体的报道 西班牙国际新闻通讯社 爱飞社的报道是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 陈希同是在星期天去世 中年84岁 1989年中国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 陈希同是主张残暴 镇压他们的主要人物之一 但陈希同本人去年 否认了这种指控 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 天安门事件是可怕的 不幸的悲剧 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比利时主要的访问报纸晚报 在6月4日发表的报道说 中国一家通讯社 星期二6月4日宣布 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 星期天去世陈希同 1989年在血清镇压 天安门抗议者过程中 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据信陈希同主张动用军队 镇压在北京市中心 聚集的学生抗议者 日本时事社6月5日发表的报道说 中国国营的新华通讯社6月5日报道说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 因患癌症在6月2日病亡 中国政府属下的香港中通社 6月4日报道了陈的死讯 新华社的报道落后了一天 据信6月4日是天安门事件24周年 新华社迟报是为了回避 英国老牌的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最有趣 它的题目是 陈希同死得很敢巧 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说 中国失事的前领导人陈希同死去的消息 延迟了两天到了6月4日才传出来 这也算是很合适 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 24周年纪念日 陈希同在达到其权力巅峰的时候 有关她收取贿赂 拥有高档别墅玩弄一大群女人的私下议论不禁而走 但是这种私下议论本应当表明她是一个典型的 而不是例外的高级官员 在她倒台之前 她被认为是在北京快速发展期间一个能干的官员 她后来遭遇困境更多的是因为权力斗争 而不是因为她贪污腐化 世界媒体和中国媒体有关陈希同去世的报道差异巨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巨大差异 为什么中国如今虽然有成千上万的报纸报刊 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市场化报纸 但在所谓的敏感新闻出现时 中国成千上万的报刊 及其记者编辑便整齐一律的进入假死的状态 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 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齐清风的深入报道 也请您持续锁定世界媒体看中国 登陆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boachinese.com 这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我们必须留意 这两个小时 破坏其实是对她长期破坏的延续 这一步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行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融解图是一小孩 当我在冰箱里 在冰箱里 在冰箱里 他们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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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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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什么 现在学生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废话 要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交点对话 好 以上就是VOA卫视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美国加州的高速公路 在星期三上演了一段 有如好莱坞电影般的警车追逐站 一辆重型机车在高速公路上 时速竟然飙到了每小时 145公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透过画面 带您去看看这段惊险刺激的警车追逐站 我是樊东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 The bridge is under construction Let's even get onto it He's in a motor Look at this He just jumps off the bike for no good reason here He's laying on the ground We're waiting for that officer that was right behind him He looks so despondent there by our look here And here comes one of the officers here Gunstron 2 officers from CHP So this guy really Kind of a boy